好 觀眾 帶你關心到在今天的北北基塔四個縣市首長在京華酒店在一起的合體 那麼今天呢他們是要共推我的減碳存折 而外界關注的是傳出這一場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促成 就是因為現在霸梁已經來到了第二階段 準備要進入第三階段的情況下呢 國民黨希望是全體動員來力挺謝國良 那麼呢其實他們三位縣市首長也有表態相挺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國良市長過去這段期間在基隆市推動政策 大家也都有目共睹 我想我們都看到基隆在往好的方面改變 所以如果是為了罷免而罷免 我想這樣的操作是對台灣的民主是傷害 其實謝國良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 我相信大家在努力底下 人民一定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判斷 謝國良加油 非常感謝三位市長 對於基隆市政大家通力合作的一個關心跟關懷 我想非常謝謝大家對我們基隆市的關心 好可以看到呢其實現在的罷良階段呢 已經達到第二階段 而且已經送交基隆市選委會即將進入第三階段 那麼在今天呢其實藍營的縣市首長 其他三位呢都是說到了這幾年 其實北北基隆的共同合作是非常密切的